这个地方只适合硬拍越野 真的是 刚刚寿侯在那边已经陷过一次车了 他自己把自己刨出来了 我们现在是在火星营地往里面穿 想穿到那里面去 但是这里又遇到沙堵着路了 现在就是飞航拍的话就太远了 还在那里面了 想要拍到美景 确实只能去到最里面 竹头真乖 竹头上车上车走了 去 回去 去 要大力冲 停到前面看路 看了路在走 我的四驱车没有问题 上来了 现在看一下他的面包车走这个沙地会怎样 肯定飘 可以 猴哥技术不错 上来了 熄火了 倒一下 那里安全 你那个悬崖还远着了 主要是他突然来个急转弯 就麻烦 就是这个转脚 我刚刚是开着四驱一挡 然后这样整上来的 他这个后驱 他重新冲 车 是车 哎哟可以啊 前面重剧 哈哈 可以啊 车改的好 技术也好 太困难了 我们就这样走一步 挪一步的进去 到时候出去也是很困难 你看你车后面 就这样子的话 我四驱车也出不去了 出去走其他路 这里很滑 我在这里就打飘了 你那个车我怕优线了 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大路边上了 但是下不去 这么高的坎 怎么下去 这大路是断 走不了了 大路断了 这下不去 走到那边也冲不上来 那个是沙 过不去了 刚刚就是这条路堵了 你看 我们陷了几次车 就这条路堵了 舍后陷了一次车很严重 就这个 我的车走到这里都已经很极限了 还开底盘呢 你看 你看 你看我是怎么过来的 这四驱车还是不错的 这吉普指南车 一辆进口的二手的 是从这里 这个就是磕底盘磕的 看这个石头 这样过来的 我们走不到大路了 突然觉得我买了这一辆 吉普车还是不错的 不过也是跟着瘦喉来才能欣赏到这样壮美的景观 你看那里面都是越野车折印 现在我们无论机往里面飞 面膜车又陷了 后轮出不来了 然后我的车在那边只能倒过来 我们决定不往里面进了 太难了 我刚刚开这里都很飘 我在想我到的时候 如果一打车就麻烦了 车后的车限住了 现在我们的车距离 已经超过50米了 它的脚盘就20多米 拉都拉不了我 我看我能不能在这里 掉头 现在担心的就是要回去 哎呀我倒死你了 哎呀我倒死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到这个杆的地方 我拉它的时候 我就算往后溜一点 也是在这个硬的地方 就这样拉 在脚盘要远一点 再到我就先涂了 就这样 我们这样相互猖狐着出去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给它拉出来了 我们来到这里一共陷了4次车了 真的是冲暗不难行 刚刚就是这样子的 就陷在这里了 这沙子 4区车走这里面都特别困难 我那个车走这里都飘 从上面走 要走回去 走到这里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我想冲上去了 社会说我要现车 但是我看到这边都没看到路 他说他要走前面 他说有路 他只能把车干出去啊 把面包车开到这里来 应该全往救他一个吧 太大胆了 你看这坡路好险 你看他的车好险 我看着心都有点跳 我都忘记我刚刚是怎么过来的 大胆过来的 你看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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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侧华闪灯了 帮车滑的 他那个就是后区 没有我这空很多 我还是四区 心跳加速 好的 现在 我这条路出去了 我现在走到这个大路上 我心里就踏实了 下来了 下来了 走平路了 妈呀 那个心跳 现在好了 我的车更矮更宽 走起来就心跳得那么厉害 他那个车还高 还窄 还长 大事 今天我们俩运气很好 虽然陷了几次车 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走到这个湖了 这个湖离火星引地就特别近 也不会限车了 还在飞无人机啊 把它收下来 我们走吧 走吧 实在是太饿了 刚刚我说了很饿 然后舍后就走了一点点路 我们就进到这个 亚丹这峡谷里面了 感觉对 这就像峡谷 我找到了 我还有火锅粉 你干嘛又拿个泡面来 看你吃不饱 这猴真勤快呀 我带上筷子就可以吃排骨了 哇 这个风好到 还兔子在吃狗粮吗 第一次做 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香啊 你尝一尝 很香 闻着都很香 吃的不一定香 这首次第一次煮排骨 就由我来参与 品尝 这也多大的容器 我的车一会儿都好 我都灰啊 车里面 刚刚这里出现那种 像农泉风一样特别大 灰很大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本来最先打算在这里露营 在这里过夜的 风又大 而且有这种大 还有一个原因 这里还是没有信号 然后我们三种网络都没信号 走吧 我们也要走了 你看 地上好几天的垃圾 飞了好多 安住 安住 快快快 快 安住 安住 跑出来了就好了 除了你去安住 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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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 顼子 哼 哎好好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